干嘛呀 我跟你说啊 你这种人最讨厌了 有事就心伤离 无事风如彻 我想知道 风天忆和易芙玲到底去哪儿 为何要撇下 当时只有六岁的女儿 怎么了 着急要见自己的岳父母啊 说 好吧 还记得当年被你 不 被方无翼 封印的上古易寿进化 当年啊 你用赤金之金 呈千金金 花木之灵 呈万花段 刺方之火 呈百雁火 大方之土 呈归壤锁 制成四根 含金 木 活 土 神力的锁链 又用自己的心血画符 引万川河流的西海 引西海之水 封印尽 但是啊 在封卢彻六岁的时候 曾经沉入海底的天空之影 被意外地击 其力量震断了困住近年的 其中一条锁面 这近年是以世间万物为实的 它吞得越多 能量就越大 直至吞噬世界的所有生命 伟天灭地 便可造出永恒幻境 唉 当时呀 这个无裂地封刃 为了拯救九州的苍生 率三千精兵入西海对抗境 得到这一消息的封天逆夫妇呢 也一同赶到 虽然他们已经归隐山林了 那还是嬉戏着百姓 那最后呢 今年 当然又被封入了 其中的事 我不说你 应该猜得到 武裂地和封天逸夫妇 为果捐躯了吗 南玉都自此之后 便陷入了混乱 直至雨国从掌权 后 自封羽娃了 阿车的父母 并没有抛弃 那是当然了 说起来 也算是我的错 唉 我跟你讲啊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拦 这样会长皱纹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你真实的年龄到底多少啊 怎么包养呢 我要把真相告诉阿车 等等啊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她 为何 你告诉她 是想让她生出 为父母报仇的雄心壮志吗 你要是真的为她好啊 就让她老老实实地待在你身边 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挺好 她现在在武相营所得的成绩 已经是她的极限了 什么意思 你忘了 她都已经死过三回了 她现在能够活着 靠的就是你那滴融合了花神灵力的心头血 要是再这么强行操练下去 她的身体 就真的撑不住了 阿车 我们一起试飞吧 嗯 不了 我今天太累了 我先回去了 可是我们想和你一起飞啊 下次吧 下次吧 不 你们干嘛 不 不是 你们要干嘛 你们干嘛 要 要 要 啊 啊 阿车 快看下面 下面飞得好小啊 是啊 是啊阿车 真的一点都不可怕 放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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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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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 别碰 阿车 我们已经回来了 没事儿了 阿车 对不起啊 是我出的搜主意 你打我吧 打我 阿车 其实 也不能完全怪他 我们都发现你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是想帮你 大概谁也帮不了我 你这样真讨厌 只需你帮我们吗 齐木 我们走 啊 这 这怎么走啊 你们相信我曾经是有翅膀的吗 一对金色的翅膀 可能是我配不上他吧 像我这种人 那 要是当上了玉皇 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从之前的目不识盯 到现在能看这么厚一本书很容易吗 从之前的最后一名 到现在超过我很容易吗 你这么瞧不起你自己 是不是也瞧不起我们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阿车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 如果没有你 我们早就死在结界里了 我们不管你有什么过去 今天 你能带领整个五项营 那明天 你就能带领营一天七 说着对 到了后天 你就可以当玉皇 能不能非不重要 是不是封家正统也不重要 武力帝封人你知道吗 他原本只是个摄政王 可是他平叛臣聚外物 最后为国牺牲 谁还管他原先是不是好人 你越说越离谱了呀 谁说封人不是好人了 我就是随便举个例子 你如果真觉得你是封天忆的女儿 那你就是 别人不信你 还有我们呢 对 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来 来 不 我绝对不会伤害他 陛下 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惊扰了陛下 请陛下受罪 好了 你先起来吧 我以为您约见了云将军 此时已经出去了 什么 我刚刚在外面看见云将军 已经出去了呀 还说是去见您的 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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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音